嘉义警方执行巡逻情务的时候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车辆 警方要拦停盘查 没想到嫌犯就突然倒车 冲撞后方货车想逃跑 警方以警车来包夹 而且立刻用警棍破窗 将歹徒控制之后逮捕 事后搜查 发现嫌犯门边就摆着一把改造手枪 还好这名通气毒贩呢 没有向警方开枪 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警方难查可疑车辆 没想到银色轿车突然加速倒车 先撞上后方小货车 想要往前开的时候 前方已经有警车堵住去路 一旁远警更是立即拿出警棍 敲破车窗控制嫌犯 经过搜查赫然发现车门边 就摆着一把改造手枪 里头有五发子弹 还好嫌犯没有持枪拒捕 让远警松了一口气 敲玻璃了 揽不停啊 要跑 下车要揽查的时候 陈信通气犯啊 他立即加速倒车逃逸 那病人追赚后方 停在后方的货车 警方也陆续找到嫌犯车上 还藏有六包安非他命毒品 他向警方公称 平时贩卖毒品 担心黑吃黑都是枪不离声 加上他本身有毒品通气 凌晨遇上巡逻远警 情急之下才会冲撞货车 还好伸手矫健的远警 及时破窗 将嫌犯逮捕 化解一场惊险的烂茶勤物 记者张俊龙嘉宇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